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你可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第三次封測 天地捷手遊出了時裝的部分 然後目前時裝最重要的主角之一的冰璃 他的時裝長成這樣子 該露的都有露 很好 然後腿啊 肚臍啊 上胸啊 嗯 不錯 不錯 那我們點一下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尊神 您知道嗎 一紅寒嶺 略登影 千載冰封 杜浮生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尊神 您知道嗎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星月如煞行不止 獨帶幽夢 初醒時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尊神 您知道嗎 欸 他會躲欸 天哪 他會動 他會動 星月如煞行不止 獨帶幽夢 初醒時 還給我臉紅 一紅寒嶺 略登影 星月如煞行不止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這樣會 這樣會抖動一下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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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買噶 我當然知道以前都會動啦 只是這動更誇張啊 略登影 千載冰封 杜浮生 我們必須給子龍一個讚 幫忙歡呼一下 太美了 幻夢生 好 我們勉強一下看一下夏侯儀 我覺得夏侯儀就很普通 很普通 很普通 等下 崩壞三會 鐵熊狗會 人間煙火何等珍貴 秉璃 你可知道 於我而言 正是有你在我身邊 這人世 才彌祖珍貴 燈火萬家 似故盼 幽明兩界 隔深遠 千載光陰 萬家燈火 笑來氣矮加銳 千載光陰 萬家燈火 笑來氣矮加銳 謝謝 夏侯儀謝謝 掰掰 千結禁 我覺得 我覺得 服裝有點 有點太厚了 我也覺得衣服不行 我覺得那些火焰都可以 頭髮啊 那個 綁的那個頭巾 我覺得都可以 這個衣服 太不適合了吧 哇 我們看一下冰莉 再看一次 那個這個 魔族 哇 哇 哇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箱尾應該有大雞技 可是他也有大雞技也不對啊 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他不能上下 可惜 轉快點會飛嗎 會飄嗎 今天就不打劇情了 一直看這個就好了 什麼右手好酸 什麼態度 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角度 啊 被擋住 哎呀 被這個流蘇擋住啊 哎呀 不能上下啊 你看 太可惜啦 沒有 左右兩邊開啊 就開另外一邊啊 我覺得 感覺這個 比你會這樣子讚嗎 怎麼可能 好啦 給過 很漂亮啊 我覺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人間煙火 何等珍貴 尊神 您知道嗎 好啦 這個 這次的時裝 夏威夷跟 冰璃的時裝就跟 介紹到這邊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是在這個 光鋒 齊悅嗎 這件齊嗎 然後他好像是要充值到 就是課金啦 你要課到1666 算4塊的話是多少錢 6700塊 喔靠 超貴 你要衝到這樣子喔 你才有 你才有這樣的冰璃可以看喔 這樣的冰璃 衣紅寒嶺 月燈飲 千載冰封 杜夫聲 欸 老實說 我還真的花不下去 我還真的花不下去 我們 我們就看台版到時候 他 他要花多少錢 好不好 看 看台版的誠意啦 齁 太貴了啦 喔 可是這冰璃 啊 好想要 好想要 好啦 到時候等台版看要花多少錢 欸 台幅有可能更高 欸 有可能 好啦 就是這 從這裡 好啦 可是你要先抽到冰璃齁 再考慮買這個時裝 好 那這次第三次封測 最大的亮點就是這個冰璃的時裝 啦